宝宝们注意啦,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,十二星座年度运势已出炉,每个星座都有超过万字对未来运程的预测及详细解析。 在此双手奉上供宝宝们使用,请一步之专来了解详情,等你们我,妈妈呆,摩羯座,因为木星在十二宫的缘故,所以很大可能很多事情都在背后发生。 或者你有什么事儿,是在背后酝酿着,准备一个特别的日子,给大家一个惊喜,或者惊讶,可以用成语来形容,就是握心强胆,暗度成仓,最后出击的一刻,简单又漂亮,然而这些都是你想的,此时此刻,还没有类似的状态发生。 七日水星停止逆行,十二宫心愿,看起像是精神问题,你可能会陷入沉思,想要去探索未来,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。 你可以通过跟我做私人咨询,我们一起来探索,如果你需要的话,另外,还要看你的精神中,是不是够独立,如果精神中够独立的话,在这个心愿后,会坚定的希望你自己摆脱过去的那里不顺心的模式,就有的环境,合作关系,那是因为你背后月亮的新的事宜, 正在渐渐形成的关系,这也意味着,在亲密关系领域,你可能也已经厌倦,那过去可能存在的多者关系,如果你有的话,心愿在十二宫,也应该去探索下自己究竟到底要的是什么,而不是停留在某人的身边去期待别人给予你什么,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别人的影响, 可是毕竟人怎么生活是自己的一辈子,面对过去,重塑未来,就是你要学会与人合作,自己是不能够独当一面的,知道吗? 在这儿,如果你有三者关系,你还学得处理,因为土星也在摩杰作,如果你不处理,未来很可能是一拍两散,极非但打,带来的压力将会是过去的很多倍,并且要对过去的行为负上责任, 比如如果你一直三者关系,抱着佛系的态度,那么无疑,最后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而且这件事就会在这个月底发生,二十三月前后,如结果,到二十二号太阳进入的摩杰作,随之关系功的满月二十三号到来,是时候去平衡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了,你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前后,会去关注到你想要在事业领域, 合作的人到底拥有多少隐藏的你看不见的财富值,是合作关系,不是你的另一半,是一个很重要的人,合作客户或者是一个对手,所以月末,你的关系总是会有一个确定的十一八生,要不就是推进,未来共赢,要不就是大家一拍两散,月末的爱情有点略, 而如果体现在你身上,无非就是你跟对方的身份,或者在财富之上差得比较远,当然,这个是会,我不觉得灰姑娘的事情会真的发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